穿著制服一字排開 這群紅山軍來頭可不小 傑出校友回娘家 藝人王建復 白家綺 和金鐘演員黃河出席 六十週年校慶 一同見證 復興山宮一甲子的光輝歷史 在這邊也要呼籲 我們所有的賢婢學輩們 我們要繼續秉持著真善美心 希望同學們一起 同學們努力努力 在校友聲樂家 陳漢薇老師的歌聲中 氣球緩緩升上空中 雖然聽功不作美 雨下個不停 學生還是熱情捧場 藉由校慶邀請優秀的學長學姐 也會來母校 分享經驗 傳承給學弟妹 我們找他們來 最主要就是心火相傳 讓學生感受 學長在社會上的努力 作為他們學習的標竿 活動中另一大亮點 莫過於師生美展 每間教室都成了 最佳的展覽會場 內容包裸萬象 各有特色 就連高齡96歲的榮譽校長 張慧生也共同參展 用心創作的油畫作品 提供學生觀摩學習 我們收劍收了兩萬劍 這個是全世界最大的學生美展 老師學生透過他們的專業 做個展覽 我們在學習中成長 能夠在上萬劍的作品中 脫穎而出相當不容易 像是這幅運用電腦繪圖 整線透視感 貓咪玩著陽光灑落下來的光機 後面可愛女孩模仿貓的動作 運用視覺延伸 拿下佳作的好成績 比較困難的地方就是 因為以往都是用SAI畫的 後來會有抖抖修正 然後這次PS是完全第一次畫 所以就很容易手抖 畫不太好這樣 蠻開心的就是 難得可以在石森美展這樣 拿到一個佳作 秉持著真善美心的精神 復興相攻邁入60週年的里程碑 力求創造精緻的技職教育 培育更多藝術界的勝利軍 中間新聞成將永可報導 提供